那我們要先把雞蛋 三顆全蛋 對 打均勻 好 然後加入細砂糖 糖不要太粗喔 糖太粗的話就有可以 就是細砂糖就對了 你特別嘗到細砂糖 那細砂糖大概一小碗的量 差不多是六七十公克 那如果你覺得太甜的話 可以再少下一點點 然後我們要加入那個 小蘇打粉 加入小蘇打粉跟水 為什麼要加小蘇打你知道嗎 不知道耶 是可以增色 然後增加那個煎出來那個酥脆度 增色一般不是會有用一個 好像是吉利丁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不一樣 增色很多 有很多啦 像那個雞蛋啊 然後像小蘇打 也可以增加一點點的 所以小蘇打粉的用力 在這裡是會有增色 然後還有增加 它的功效很多 那也可以增加一點蓬鬆感 對 可是它不能加太多 就是一點點喔 你看剛剛佳穎用的量 對 會有一點鹼味 對 那如果覺得真的太麻煩的話 不加也可以 因為真的用量很少 對 好 一點點的蘇打粉 有剛剛佳穎講的 增加它的蓬鬆感 主要也可以增加它的顏色 真的耶 我覺得那個大王的顏色 好像變得比較鮮豔 對 然後我們要加入那個牛奶 泉籽的牛奶 泉籽牛奶 為什麼不用低脂 比較香啊 對啊 所以如果我們用低脂的話 也OK嗎 這個量就會比較低一點 差不多是260公克左右 拌均勻 好 然後我們要加入麵粉 要塞過 那這個麵粉也是用中筋麵粉嗎 不是 這是用低筋麵粉 因為我們今天像是做 類似那種蛋糕類的東西 那筋度不用太高 就用低筋麵粉 所以蛋糕類的話 建議大家就是低筋的 對 做麵包的話就用高筋 那這個是什麼 這是泡打粉 然後做那個中式點心 像那個蔥花餅中筋 那像做蛋糕點心類 就是用低筋 讓媽媽有一點點的概念 對 那剛剛我們有加入泡打粉 對 可以增加那個蓬鬆度 也是蓬鬆度 對 所以現在是為了要 讓它吃起來更細嗎 所以我們要破殺 它裡面有雜質 對 所以這個佳穎 你在做點心類的東西 是非常的細心喔 對 包括剛剛在攪拌的時候 她有提醒說 這個糖要盡量越細越好 對 我要塞 讓妳慢慢攪 好 媽媽 媽媽 這太好了 現在媽媽也算是點心大人 對 她也可以邊幫妳忙 像妳就不能找我 因為我對裡頭加的東西 完全沒有概念 對 這個就可以跟小朋友 一起動手做 真的 而且這個麵煎餅 可能很多人已經忘記 它其實是一個古早味 但要不要提醒一下大家 因為妳剛剛忽然跟我講說 我也想不起來什麼叫做麵煎餅 它是 常常在公館吃到的 然後像三角形 那裡面可以加蘿蔔絲 然後像玉米 起司 都可以 那我是把它叫做是 我知道 我想起來了 我以前喔 以前打坐的時候 都會坐回家 然後在那個台北車站的時候 常常它沒有在旁邊現煎喔 它有時候就是可能 一個小車子推出來 裡頭煎好之後 會有芝麻口味 花生口味的 然後還有蘿蔔絲 蘿蔔絲 蘿蔔絲的 然後它就用那種棉布 把它蓋著 把它保溫 然後一大塊大概二十塊錢 二十塊 應該現在要漲價吧 我已經很久沒買到這個東西耶 然後最後我們要加一點奶油 可以提味 然後就加它的那個鬆軟度 對 奶油 它如果沒有奶油的話 你也可以用沙拉油也可以 對 主要是讓它有一點點的滑潤感 對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鬆弛 二十到三十分鐘 對 好 那需要放進冰箱什麼的嗎 不用就放在常溫 那鬆弛的目的就是 讓它整個的奶油啦 雞蛋啦 麵粉整個更融合 整個結合在一起 好 我們讓它放差不多三十分鐘 左右的時間 好 你看它這個剛剛已經 比較稠硬 放了半個小時左右 然後它已經整個 吃進去了 對 它已經整個融合在一起 所以你媽媽可以看一下 所以你放了三十分鐘左右 大概要像這樣子的程度 才可以準備來煎它對不對 對 好 OK 那記得我們要準備一個平底鍋 它煎出來才會是平整的 因為它是平型的上下平 然後有一點厚度對不對 對 它如果加裡面有烤箱 你也可以用圓形的烤盤 然後放進去裡面烤 好 那平底鍋裡面要加一點點 薄薄的油 可是佳穎 就是雖然你現在看起來瘦瘦的 然後又是做點心 但是我聽說你以前很不厭 對 就是真的很愛吃蛋糕 蛋糕熱量又超高的 可是不吃又會有憂鬱症 心情不好 可是女生就是這樣你知道嗎 女生就是這樣你知道嗎 女生愛漂亮 但是又愛吃 對 可是你看我今天看到徐媽媽 看到你 你們都這麼會做點心 怎麼還有辦法維持生態 但是最好能夠自己在家裡面動手 就是可以少一點點油 少一點點糖 那個熱量就一樣會降低 而且你看剛剛媽媽 在煎蔥油餅的時候 它有一點點對不對 然後你看這個佳穎 更少 它是抹油的方式喔 就很多個油 所以讓你吃起來不像外面 對 有時候它用多少油下去煎 你也不知道 對啊 而且那個油都不健康了 有的是回鍋油 對 我們來讓大家看一下 那基本上它是用小火 在微熱我們的鍋子 對 然後你可以稍微測試一下 它的溫度慢慢的升高 對 因為這個鍋子比較厚一點 所以要那個加溫的時間 稍微久一點 所以今天要幫我們做什麼口味 我們要做花生芝麻口味 對 就是我最愛吃的兩種耶 對 麵糊就是把它加到滿 那它的厚度呢 厚度就是差不多0.3到0.5 看你要吃的厚度 其實這個就是在人啊 別出來在你人家放 好我們現在盡量讓整個平底鍋 都擺滿了 那也還是一樣 通常只能用小火下去煎 對 用微小火 如果你用大火的話 很大的火的話 你外面 外面是焦的 那裡面是不熟的 對 那我們要先把它蓋起來 好 現在就先把它蓋起來 用微小火 不是 我們用這樣小火 因為你的中間那個 它中間會燒焦 好 我們把火調整到 也是小火 但是變成是說 內火外火都同時有 對 這樣比較均勻 這樣煎起來比較均勻 現在你看 一個到一個到 它這個膨起來 而且真的有點像那個什麼 銅鑼燒的那個麵皮的感覺 碰碰 那我們要加一些料 好 今天要幫我們做的就是那個 芝麻跟花生的 我們加一些花生粉 自己吃可以多加一些 那這裡面有沒有攪糖 還沒 這是買現成的嗎 還是自己的 買現成的 也可以自己拿那個熟的那個 花生粉 好 然後去磨成粉 多加一些 好棒喔 不知道自己在家裡 就可以輕鬆做出 這樣的一個麵煎餅 對 那我們可以加一點二號砂 比較不會那麼的甜 對 那妳的麵粉有沒有加糖 麵粉有啊 加一點二號砂 它有點恰恰的那個味道 而且會比較營養 脫樓燒的話就要加醬油 它顏色才會漂亮 所以你看其實 雖然這個麵皮可以用同一種 但是它這個都有學運在 變化一下 一點點的變化 可能調味料稍微改變一下 它做出來就是不同的點心了 對 加一點芝麻 顏色也跳得出來 而且還可以增加香氣 在咀嚼的時候 其實芝麻是很調味的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 顏色其實非常的漂亮 那我覺得當然口感是依照 好棒喔 對 很棒 而且我就會聞到 像整個頭豆腐的那個香菇 對 可是還要再問一下 因為它下面的很不熟 對 怕它不熟 好 那就可以了 好漂亮喔 好讚喔 我們就可以把它 稍微微塗一下 對 都把它 因為我們的油非常非常的少量 對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塗一下 我們直接從中間切開來 切開來 我跟媽媽馬上來試試看 我們的麵煎餅 這項古早味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花仔的控制 首先我們在鍋子裡 抹上少許的油 利用小火慢慢的 將麵皮煎到焦黃 再撒上適量的花生粉 砂糖 黑白芝麻 再略燜煎一下呢 對折之後即可起鍋切塊囉 剛好等在煎的麵煎餅 太香了 整個那個麵煎餅 還有這個裡面的 豆腐和芝麻 媽媽趕快來試試看好不好 好好吃 好高軟喔 對 而且那整個那個 好飽固的香氣 還有芝麻 咔嚓咔嚓咔嚓 芝麻香 對 也很棒 然後一點點甜味 這生片就夠薄了 小朋友啊 對啊 拿個袋子拿給它帶起來 其實我們自己做 可以掌握那個甜度 因為現在女生可能 比較不喜歡吃那麼甜 或者是比較怕發胖的味道 其實像我們剛剛在家的時候 都可以佐料 不然我們家人 是越吃越散 真的是越吃越散 有時候吃點心 不見得會吃到胖 對 自己在家裡做呢 可以掌握那個食材的安全性 然後它的品質 對不對 媽媽吃起來覺得怎麼樣 好好吃 很香喔 這個你吃給小朋友 帶著去學校吃的話 保證他一定吃下去 他拿錢的話 他不見得是花在吃的肚子裡面 你意思就是說 你給他零用錢 他不見得拿去買點心 他不見得拿去買玩具 但是你剛剛做他一定要吃 對 他一定要吃下去 今天真的學到很多 如果有這個鹹的也有甜的喔